好 大家聊到一聊 我发现了超厉害耶 我发现了超厉害耶 大家好 我们是漫才稍微哈 请多多指教哦 大家好 お願いします 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看一下台湾经典的动画 需要吗 需要吧 我每天都看了台湾的动画 是什么 啊 面包超人 啊 帮忙 啊 拉底小心 哈哈 绞云新墙 啊 还有one piece 等一下 都是日本的动画耶 他们讲中文吗 但是 这个是日本人做的动画 是吗 对 我们要看台湾人做的动画 哦 这样的话 我们更好都更会理解台湾的文化 哈哈哈哈 还有听说这个是跟我们一样年代的人 嗯 的话 有一个回忆的感觉 哦 是哦 对 这样的话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以后可以一直困多事情 就是今天阿贵 帮我们准备好几个影片 好 看一下吧 第一个就是阿贵 哦 大家绝对都有 嗯 好 台语 看那个老师这样的语 他还中文 嗯 太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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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嬷 这个油衣丝挺好吃的 吃得哪买的啊 吃得哪买的啊 你说那个喔 没对不得啦 那个是我刚才掛到的 才不得啦 这次吃完就不完 啊 如果要吃就要鸡蛋几天喔 那个是这样的耶 超有趣耶 嗯 然后是太随便了吧 嗯 哦 又有点累了 可以进去吗 这样 然后 最后 结束的部分也是 没有吐杂 啊 吓一跳吧 吓一跳吧 这个笑点很特别耶 对 贵它是一整个系列 有很多集 这一集应该是 大家聚得最清楚的那一集 啊 嘿 是喔 大家聚得太乱心了 啊 所以那时候 小孩子常常吃自己的脚皮 没有 吃吃干嘛 真的好吃吗 这孩子没有脚皮 确实 是要找阿嬷 要找阿嬷 阿嬷可以吃你的脚皮吗 没有 还有那个阿嬷 讲的感觉 为什么那么 没有干净的感觉 老师 阿嬷 这样的感觉 老师跟阿嬷的角色差很多耶 嗯 很随便的 老师跟蛮贴心 但有点恶心的阿嬷 是 声音也是 他们的角色也是有特色 对 然后画子也是没有那么漂亮亮 两个部分也是有效果 是吗 是是是 好久以前的影片 所以画子没有那么厉害了吧 应该是现在画也是 应该这样的画子 比较好一点的 是是是是 对 看这种的影片 比较有点怀念的感觉 Jazz我也第一次看到 有点怀念 对 但的确实他里面 那个老师的角色啊 跟蜡笔小青哥 之前有一个老师的角色很像吧 啊 有点是在找男人的那个 像一点的 对 有点像 有点像耶 好像日本的 达嘎西的感觉 太高级的甜点的话 有点那个 有点客气了 达嘎西是那个 好像古早味的甜点的感觉 所以 我比较喜欢吃这样的口味 啊 真的很有趣 那我看下一个 那我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 超蛇童话写说 卖火柴小女孩 哦 火柴小女孩 对 日本也有耶 这个故事 是二高 二高的 我是卖火柴小女孩 这样 我是你爸去卖火柴 有没有人要买火柴啊 好吃啊 好吃啊 乖乖啊 乖乖 来点火柴清誕吧 蛋餐也 他没了 玩具也 他没了 阿妹 跟我到天国去吧 好 好 一集就没了 他有很多集 重复的 对 然后但是 那个小女孩 会遇到不同的事情 然后后面有很多角色 很短的 常常没有一念吧 对 他的那个 真的 真的,這個很可憐的故事 變成有點搞笑的 我看了這個影片 我很喜歡看它的節奏 然後重複了 然後它連的那個什麼 光環啊 光環也是越來越多的 你會看它十幾次的感覺 是是是 又是很多次嘛 而且這個節奏是有點像我們漫才的 漫才端子也是重複的小點 都有,所以越感越好笑的 對 它有用大家知道的故事 所以不要很多節奏 而且那個 大概也沒了 也很有趣 一看就知道什麼樣的場面 這個也寫好久以前 就是很久以前 可是這個插畫家寫的時候 他現在都還有在持續創作的 是喔 這個很有趣 我想看這部的結尾是什麼 你說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他 你怎麼會 你很有名的啊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有 如果不能改變結果 就改變一個開始的原因 你怎麼會有開始的原因 我要回到過去 回到還沒點過任何一根火柴的時間 根本來的故事完善 無關了 哈哈哈哈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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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點小女孩圈的嗎 像女生起來 你真的是一句 好熱血喔 楊楊 傀蔚 千強 rus 我先賣火柴小女孩圈 我是你爸去賣火柴 ㄟㄟㄟ欸 忍ㄟling 紫ㄟbling 完全靠不動 energia 哈哈哈哈 厲害 他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入線喔 他應該是 嗚痾 比较像很普普通通的高校影片 但是后面是变成艺术作品的 超级厉害 最近的上我们演的漫才 一开始的时候简单的唱片 然后结尾的话越来越离谱了 哇 厉害啊 然后有点重复前面的东西 是是是 超级厉害 对 有趣 厉害 而且看上去跟日本影响很多 对 所以台地交流了一点 很棒 很棒 有趣了 那我下个影片 下个影片其实是香港的影片 香港的 但台湾人都知道的 他们都知道 然后是麦豆的故事 麦豆的故事 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 纸包鸡 材料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 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 慢慢撕 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 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 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容易啊 是不是很容易啊 直接修了 谢谢大家 这个所以不是做料理的鸡包 包着那一张鸡包纸 再包包包包包包包 包着个纸包鸡 再包包包包包包 绕口令 绕口令 这个我完全看不懂了 做法也太难了吧 没办法那么快的动作耶 没有趣了 应该是这个口味的话 现在的草瑟湖的影片 还有菜馆上的那边也是比较像那样的口味的 这个有点无厘头 对 很有趣 对 一直觉得是什么 其实他前面还假装很认真 对对对 可能要料理节目 对 很认真那个介绍料理 然后那个没有吐槽 笑声也没有 所以 对 越看越无厘头的感觉 超级厉害了 但看不懂是坚强的 就是正常的 对对对 不需要探斗 对 谁最后会讲 谁叫你去看嘛 这个没变的 对 很棒很棒 有趣 而且有一点像被洗脑的感觉 对 什么意思 可是现在还越看越认真看 看完之后 到底我看什么呢 哇 后面他只说鸡 鸡 包的 是长个字而已吧 是什么包 什么鸡 什么鸡的 完全不知道耶 超级厉害 这个厉害 嗯 然后另外也是他的影片 好期待耶 麻烦你 鱼丸出面 没有出面 是吗 来晚鱼丸和粉吧 没有鱼丸 是吗 那要鱼丸油面吧 没有鱼丸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那要没鱼丸粗面 没有粗面 要卖丸了 卖多了 他们的鱼丸跟粗面卖光了 就是所有跟鱼丸和粗面的配搭都没了 哦 没有那些搭配啊 麻烦你只要鱼丸 没有鱼丸 那粗面呢 没有粗面 这个超厉害的 这个有逻辑的 而且他们厉害的是 节奏也是稳定的 没有那么什么 越来越快的感觉 然后鱼丸也是小朋友的 对吧 所以 虽然他们讲的内容是很奇怪 可是这个 现实里面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 还有可能有那么奇怪的角色的人 这样子的话有吐槽的角色 那不是你在干嘛这样 这个很有趣耶 是 我也要选这个吐槽 他们一起讲很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绝续的 这个很有趣耶 围起这个气氛是很重要的 厉害 这个作者厉害呢 可以学五里头的小店 有逻辑的都可以做耶 超厉害耶 刚刚那个卖都觉得 这个店都没有 卖完了 但不是一定就是你的问题耶 油碗跟植面 以外应该都有 对 但店员也很贴心耶 他不会嫌弃 没有植面 没有油碗可以 不会讲没有啊这样的 这个很厉害耶 还有吗 还有最后一个 可是它是一个电影 电影 但是到现在也很有名的 魔法阿嬷 然后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 我刚才讲一下故事 在讲什么好了 你还听懂吗 刚刚我们看了四个动画 我觉得都很有趣 会理解 刚刚才完全看不懂耶 是什么故事 反正他就是 把阿嬷卖掉的话 就可以回到 爸爸的故事 为什么台湾人 那么喜欢这个布图 我乱讲的是 或者他的图罩也是 把你阿嬷卖掉 真的吗 而且太突然了 对 太突然了 为什么说什么这样 就是如果跟阿嬷有关的段子的话 可能就可以了 没有 但这个不是搞笑的影片 这个不是 这是认真的电影 是的 动画电影 我来到台湾以后 感觉到台湾人比较喜欢 用这样的 以前比较流行的 例如小小的影片 或是台词用 那个吐槽的时候用 或是回信的时候用 对 我们日本的话 没有那么多这样 还是有吧 对 应该二频道的话 自己做新的例文吧 对 对 应该是我的看法 是这样的搞笑语言 转傻的人的话 有可能这个 用以前流行的东西的话 对 这个也是有效果 但是一般人没有差别 但是台湾人用的是 有一个搞笑的方式 对 这个台湾才可以用的 对 而且本来不是搞笑的东西 是是是 果然要学台湾的文化 嗯 直到这个才可以讲很多事情 嗯 是不是才听得懂 别人在讲 什么在讲 是是是是 对 突然说那个 爸爸你阿嬷卖掉 完全听不懂 但现在的话可以讲 想继续学这种的影片 嗯 感谢